男孩凭借自己双手挣钱 却遭到嘲笑 同学们扬长而去 一份报纸被他们抛下 男孩捡起来 看到上面记载的卡内基的故事 卡内基12岁送电报 没读过书却能成为亿万富翁 男孩默默下定决心 他一定也要成为亿万富翁 自经济萧条以来 瑞德父亲就失业了母亲重病 瑞德退了学 好不容易找到份送兵的工作 可家里的生活还是入不敷出 深夜他告别了妈妈离家出走了 到了车站后 他没有多想就想偷爬上货车 却被人一把拦下 那人一边抓着他一边探出头去忘 直到车站管理员走远火车启动 他才松开手率先跑出去 瑞德跟在他身后一路狂奔 管理员发现后回头来抓他们 男人先跳上火车 又一把将瑞德拉上去 只留下管理员一人喘不过气 这辆货车的终点站是德克萨斯 瑞德睡一觉醒来 发现男人对着空气在写字 他说他每天都会列出 十件值得感恩的事 对此瑞德不屑一鼓 他们赶在货车到站前跳下了车 瑞德看见一群工人 默默地夹在他们中间 他运气好很快就碰上来招工了 瑞德拼尽全力挤到前面 不停推销自己力气大门吃苦 最后农场主将他选杀 工作中瑞德总是最认真的那一人 别人在休息他也在打桩 晚上别人在打牌他还在看书 但这远远不够 瑞德找到农场主 问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富有 农场主一眼看出瑞德的特质 他不想做追随者而想做领头羊 瑞德听着农场主的话灵机一动 和农场主打了个底 如果他能提前一天将围栏弄好 那农场主把省下的钱分一点给他 农场主笑了半信半疑 这一晚瑞德半夜三点就爬起来 等到其他工人来了后 便把他们分成两组 一组三人各司其职 他说老板并不是按天数来付工钱 早点做完就能早点拿到钱 在他的带领下 工人提前一天完成任务 发工资时 农场主遵守约定多给了瑞德一些钱 瑞德将钱整理好寄回家中 他打算去加州闯一闯 这时一个带金皮带的男人告诉他 瑞德半信半疑 但他还没找到钱 就先撞上了自己的爱情 商店里走出一个女孩风华绝代 瑞德看得眼睛都呆住了 面对女孩的问话 他紧张的话都说不少 看瑞德这副害羞的模样 女孩奄然一笑邀请他去舞会 当晚瑞德花光自己剩下所有的钱 买了一身像样的衣服去舞会 瑞德如愿以偿和女孩牵手 这时他才知道女孩叫汉玛 在本地的高中读书 第二天他又去学校接汉娜放学 但汉娜告诉瑞德 他父亲不允许他和一个不读书的男生在一起 瑞德很不解赚钱不也很好吗 他以后会成为亿万富翁的 汉娜看着固执的瑞德沉默 然后把他带到了校长办公室 校长看不起这个辍学的穷小子 穷小子就让他们随便出一个 五位数以上的相成体 没有丝毫犹豫他就说出正确答案 不仅如此 他还指出了校长手上试诊的由来 最后瑞德说 校长目瞪口呆 为了不让汉娜的苦心被浪费 第二天瑞德走进了课堂 开始和汉娜做起了同学 也谈起了甜甜的恋爱 这时候的他 才有了这个年纪该有的书生义气 瑞德想得很美好 好好读书再好好赚钱 给汉娜一个家 但好景不长战争爆发了 瑞德无法忍受自己躲在后方 主动报名去上战场 在战场上瑞德也想办法抓住一切机会 当长官要找一个人去送信时 他毫不犹豫就站了出来 拿着信穿过重重炮 一步留神他被敌军发现 幸好队友将他拖回了战口 又背着他去处理伤口 但经此一役后瑞德鸣声大噪 后来他回到了德州 和汉娜结婚生子并开始打石油 但天不遂人怨 瑞德辗转无数个地方都没打出石油 他的脾气暴躁 工人们都不愿意跟他干了 家里的活也都扔给汉娜 汉娜完全应付不来 当瑞德回到家时就只是疲倦地做 甚至不想和自己儿子玩耍 对汉娜的忙碌也视而不见 汉娜能理解他的压力 但也对此很不满 瑞德看向外面 被他拒绝的大儿子一个人孤独地玩着 他终是看到了被自己忽视的家人 瑞德戴上手套出去陪儿子一起玩 儿子说自己总扔不好曲线球 让瑞德帮他找个专家 刹那间瑞德灵光一闪 他只知道赚钱不知道怎么找石油 但总有人知道怎么找 瑞德请来专家 终于顺利地找到了挖掘点 当他一身污秽地回到家时 所有人都愣住了然后 这一片的有很富饶 他一天就可以采集五百多桶 瑞德愁愁满志 但就在这时麻烦找上门了 原土地老板看挖出了石油眼红了 竟起诉瑞德骗走了他的矿权 要将土地占为己有 瑞德觉得可笑 他打电话到法律学院 请来了专业课第一的学生为他辩护 这个律师太厉害了 委托人联系他只说了两句 就连什么案件也没有说 他却安排得妥妥当当的 一上庭就问瑞德希望多快搞定 对方律师嗤之以鼻 毛头小子还想快点结束 但下一秒 法官还没来 对方就已经灰溜溜地走了 瑞德很欣赏这个叫密尔顿的律师 聘请他做了自己的专职律师 1968年 巨大的钻价摆满了农场可见之处 瑞德的生意做得越来越大 整天和公司里的人开会 商讨如何才能挖到更多的油 不惜一切代价 从别人手上掠夺土地 不仅如此他还将目光投向了炼油厂 年底本应是团圆的日子 可他却鲜少回家 孩子们一个一个的都大了 瑞德却始终缺席他们的成长 偶尔一次回去 孩子们也都只会找他要钱 汉娜对次很失落 但他和瑞德也已同床一梦好久 瑞德匆匆回一趟家 也是为了收拾行李不会和他多说 这一次瑞德要去收购炼油厂 和对方老板见面时 他自大傲慢给对方留下极差的印象 尽管这样瑞德还是很不客气 他知道炼油厂正在推死 对方只能卖给他 他其他的没有但耐心很容易 瑞德和密尔顿就在这里住了下来 每天和对方耗时间 但日子越久密尔顿就越焦躁 他和瑞德不一样 他依赖家人想念家人 平安夜密尔顿向瑞德请赐回去 瑞德同意了独自留下等和谈 终于在圣诞节的早上 炼油厂老板给瑞德送来了河童 瑞德再一次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 在等飞机回家时 瑞德看见报纸上对他的报道愣住 他本以为实现了自己梦想会很兴奋 但是到如今却无人分享他的喜悦 这一刻瑞德只感到了孤独 就在这时汉娜给瑞德打来了电话 密尔顿在回家探亲的路上出了车祸 内脏受损严重尤其是神 如果没有找到甚远 那以后要靠透析生活 瑞德很自责在他看来 如果不是为了陪他 密尔顿不会拖到最后一刻才走 也就不会匆忙中出车祸 看着病床上的友人他很迷茫 自己一直以来追寻的真的对吗 他如愿成为亿万富翁 可他还是不开心 万幸瑞德和密尔顿配行成功 他毫不犹豫捐了一个圣给密尔顿 密尔顿再次醒来时 第一句就问瑞德是否拿下了炼油厂 他不知道经过这场捐献后 对瑞德最重要的已经不是赚钱 而是身边的人 赚钱是瑞德的梦想 但他的家人才是他最宝贵的财富 在密尔顿的劝说下 瑞德出院后便成立了一个基金会 决定换一种方式生活 当他和汉南向孩子们公布此事时 孩子们却都不放在心上 他们已经过了要父母陪伴的年纪了 只关心自己还有没有钱 瑞德给了孩子们个一万美金 作为对他们的考验 让他们将钱用在帮助别人上 但最后 孩子们都在默默打算怎么花掉这笔钱 唯有一个儿子 将这笔钱又还给了瑞德 这就是后来瑞德选定的继承人 或许没有那么聪明 却明白人生的真谛 这也是瑞德奋斗这些年明白的 年少时他为了家人想成为亿万富翁 并为了此不断努力 最后他如愿以偿 却忘记了感受生活感恩生活 珍惜生命中所拥有的事物 我们积攒下来传给后代的财富遗产 远没有我们留下的精神信念中了 当我们因为路太远而迷路时 不妨回头看看 我们究竟是为了什么而出发